哈囉!大家好! 今天這一集做得非常的突然 是因為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最近真的覺得 戀愛的廣告文案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廣告 非常的有創也很有名 但是大家幾乎看過應該都是 影片類的廣告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是文案的 平面廣告,那我看到覺得很感動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廣告 是一家叫做 Niko Ando的店 它是賣衣服跟雜貨的一家文青雜貨店 最近台灣也有開 所以我覺得它的知名度應該是沒有很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家Niko Ando它在冬季的時候 出的一些平面廣告 那這次的廣告是由兩位演員 是Suda Masaki還有Komatsu Nana他們代言的 當然說除了平面廣告之外 他們也有拍一些動畫的 但是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平面廣告 那我們開始吧!走! 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個 Onaji ningen wa tsukeranai Kami sama te oshare 喔!我真的覺得戀愛耶! 它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兩句話第一句就是 Onaji ningen wa tsukeranai 不會做出一模一樣的人類 第二句是 神真的很時尚 為什麼會覺得戀愛呢? 因為這家店它就是一個講求文青啊 時尚的店 我覺得很有感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感覺就是了 可是我自己是很喜歡 那第二個是這個 裏切りものが好き よそを裏切るもの 喔!這一句我也是覺得寫得太好了 真的太會寫了 為什麼會這樣講? 裏切りもの在日文裡面是背叛者的意思 所以這句翻譯就是我喜歡背叛者 第二句 よそを裏切るもの 這一句就是說會背叛我的預想 背叛我的期待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很有感覺 因為一般來說 裏切りもの 它是一個詞 就是背叛者 但是它把這個もの兩個字換成片假名 它有一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もの的意思是物品 是事物 不是人類 那第一句我看到裏切りものが好き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點震驚 為什麼會喜歡背叛者 那時候我還沒想那麼多 直到我看到第二句才覺得 嘖 太厲害 第二句就是會背叛你的期待 跟背叛你的想像 所以在這家專門賣雜貨的店啊 我覺得太有感覺了 第三個是這個 噢 這句也寫得太好了 我自己覺得這句應該是在講戀愛 當然說每個人的感覺不一樣 但是我看到會覺得 應該是在講真正的戀愛的一種意境 這句的翻譯就是說 我想要談一場個性差很遠的遠距離戀愛 那為什麼會覺得他寫得很好 是因為 遠距離戀愛這個東西 都是被用在真正有物理上面的距離的一個詞 但是他把它用在這裡 就是說我們兩個個性差得很遠 我想要談一場這樣的戀愛 我覺得他的意境很美 所以就把它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第四句是 這句的翻譯是說 無論怎麼前進都有點無聊的道路 我把它稱作是一如往常 這一句裡面就說 不管你怎麼前進 要是都會有讓你感到無聊 或是一成不變的 這些都是平常 我也覺得這一句寫得很有趣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文案很有趣 都是他會把兩個完全不相關的東西 可是把它連在一起 或是比較負面的東西 他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詮釋這個負面的詞的意思 那第五個是我在小松菜奈兒這一系列裡面 最喜歡的一句話 這一個就是 這句真的是太喜歡 那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呢 因為這一家店 它本身是有賣很多衣服的嘛 那這句的意思是說 穿得越厚 我這個人的感覺就越出來意思 第一句 這意思是你穿很多 通常是把你自己跟外界隔離的一種方式 但是他第二句就寫 就是你那個真正的我會出來 所以這個美就是說 本來說你穿得越多 應該是要跟外界越隔離 可是你這個人真正的自我 就越出來 那也是在說 衣服就是這樣 你多層次的穿搭 你穿得越多 但是你的個性的特色就越能夠出來 所以 這一個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寫得太好了 那最後一個要分享 Suta Masaki的啊 Suta Masaki我只挑了這一個 因為其他的我覺得還好 所以我就只跟大家分享這一個 這一句是 這句的意思是說 不要把你心中的猛獸全部都滅絕了 我覺得是那個 你的 還有你想要達成什麼目標 那個 東西 你不要讓它全部消失了 因為日本的社會 是非常有規則的社會 其實大家都是 出聲就照著那個 別人告訴你應該要怎麼樣的路線來走 所以我覺得這句 在日本的社會很有歧視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把你自己心中真正的欲望和渴望給消滅掉了 那當然說這些廣告每個人看都有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也不能說我的解釋一定是對的 你看到有不一樣的想法也不一定 那請一定要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是什麼 那其實我有跟Eddie討論這些廣告啊 因為我覺得寫得太美了 我其實很感動 我只有給Eddie看文字 我是沒有給Eddie看圖的 Eddie就跟我講個試點 她說只要看這樣子文字 就可以感覺到這個人物像是怎麼樣 就是30歲上下 就是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對這個世界還是抱有探索的 好奇心的女性的人物像 那我其實聽到Eddie這樣講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我沒有想到這個 可能是因為我一開始就已經被這個圖像給制約了 所以當只有看到文字的人跟我的想法不同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趣 那也算是學日文啦 希望大家可以從這個文案裡面 感覺到一些日文日語的美 還有她這個意境去符合她這個店賣的東西 她店整個給人的氛圍 我覺得這個就是廣告最核心的價值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說你喜歡這個影片不要忘記幫我按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鈴鐺接收最新的通知 然後也真的非常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說 你看這些廣告有什麼感覺 因為 我真的太想跟你們分享 太美了 好 那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Instagram 那我日常常常都會PO在這裡 我常常會PO現實動態呀 那就歡迎大家來找我玩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2018年已經剩下不長的時間 希望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的過每一天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待會再見 Şu止